普丁现在说他要持续的扩军18万 而且这个总规模冲破238万 是仅次于中国 仅次于中国 普丁在扩军18万 总规模冲破238万 仅次于中国 这个现在他要扩军 而且说常规的军力要达到150万 赖老师 现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俄乌战争 还在持续进行 但是普丁是一二三再二三 持续的扩军 而且他的兵力要越来越大了 这会带来什么样子的作用呢 第一个俄罗斯的总人口1亿多人 所以他要征募到200多万的士兵 没有困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的经济成长4% 而且他现在卖到欧洲的天然气 已经超过欧洲向美国买的数量 所以俄罗斯的经济财政非常的宽裕 钱够多 然后人口也够多 所以他把他的总兵力 再扩张到200多万 超过美国 那也超过欧洲的大部分的国家 他就会展现出他的一股强大的作战能力 很明显的他对于乌克兰的企图心 已经不再只是乌东的那一几块十几万平方公里了 我个人认为整个地虐波和以东的这块地 我个人的判断是普丁是饶有兴趣的了 换言之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对普丁来讲不急的要结束 而是你欧洲你坦白说你们已经顶不下去撑不下去了 那对于普丁来说的话 我一块一块打一块一块吃 然后你进入我俄罗斯境内的 我的兵力已经越来越多了 从一万多现在已经到六七万人了 那么也就是说三倍于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那已经形成了一股合围之势 甚至把他的后退的路线都开始要准备要切断 一旦他切断了这个乌克兰深入 就是不是深入进入俄罗斯境内的这一万多人 当他撤不出去的时候 这些人如果整个都被歼灭 就死了一万多人的话 那乌克兰的精锐部队 那么将就更加的危急了 那这样的情况 对乌东地区整个吃下来 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 战略态势已经是处于非常好的一个地步 他现在要防的是什么 他现在要防的就是说你北约的国家 为了怕整个地内部和以东都被俄罗斯吃走 甚至到最后整个乌克兰都被俄罗斯打下来 那他们想要介入 所以普丁目前的一个做法就是 一旦你们介入我就直接用核弹 所以普丁才会展现出说 我不排除使用核弹来打你北约的 其他的任何我所选定的国家 他最近才放话警告不是吗 也把美国拜登吓得拜登说我不干了 然后现在是英国的首相 还在那边演单黄 他跑去找法国的总统马克宏 马克宏平常不是很凶悍吗 说我们一定无条件的全力支持乌克兰吗 结果他去找马克宏的时候 马克宏也不吭声了 最主要应该是说有一个前提是因为呢 包括美国啦 英国啦 法国啦 很多欧洲的国家 北约啦 都说是不是应该我们要符合 乌克兰的期望 因为他们不断地在呼吁 泽伦斯基拼命在呼吁 所以赶快解除对于那种 长城武器的限制 这样子的话我才可以就更好打俄罗斯 结果后来呢这个 很多西方国家领导人 确实也在呼应 然后还开会 结果美国的跟英国的坐下来 在那里开会 开会了以后呢就说 好像没有什么结论 而且还说要等到 稍后的联合国的会议当中 再去讨论 就感觉好像就是持续在延迟 就不敢做最后的决定了 最积极的活跃者叫做英国 英国是最积极的 但是英国没有勇气 所以英国想拉美国 来顶天 就是至少有一个老大哥嘛撑着嘛 所以本来拜登跟英国的首相的会面 那也就是要来谈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的事情 普丁就在这个时候发了狠话 说战争的性质会转变 对就如果真这样子搞的话 那战争的事情会改变 直变 整个本质会转变 那就不是特别军事行动了 那就是俄北约之间的战争了 一旦俄国跟北约的战争 普丁已经讲得很明白 因为他把核弹头都已经装上去了 所以他随时下命令就可以马上发动攻击 我再强调普丁已把核弹头装上去了 我再讲一遍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核弹头跟弹体是分开的 因为避免发生危险 但是当普丁把核弹头已经装上去了 意思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内 他一个命令核弹就发了 按个扭就出去了 那现在问题是你信不信 对呀 要赌一把吗 赌普丁不敢吗 好像现在看起来 这个态势看起来是拜登不敢 拜登信了 拜登相信普丁会这么做 拜登被吓到了 好那现在英国就变得很难堪了 因为英国是推动者 那拜登不干了 那英国怎么办呢 英国他就跑去找西班牙 那很明显的西班牙也不想给他干 所以他下去找意大利的总理 他都找了 他都找了 你说了很多耶 对法国也找了 对呀 意大利他都找了 然后他们也都不跟他干 然后就让英国人自己干 那普丁就说我英国就直接打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英国 你这个伟大的英大不列颠帝国 您是不是就按照您之前的承诺 跟你们前几任 这个你们的首相 得一个坚定的意志 您是不是就把这个远程导弹 就交给乌克兰去使用呢 打击到俄罗斯的境内呢 我们就来检验看看 普丁的承诺到底会兑现还是不对现 不对现 普丁就是讹诈 一旦兑现了 那英国的伦敦 或是英国的军用基地 可能就受到核攻击了 我们来看看 这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这一定是精彩可奇啊 发新社法国的媒体就有说到 普丁发出了可怕的警告之后 所以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跟英国 就推迟了他们的决定 大家暂时是按兵不动了 因为真的很怕普丁会不只是说 而且还真的做了按下按钮 那么普丁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警告 确实是造成了一些微折的效果 不过哈萨克总统倒是呢 跟德国的总理肖斯见了面 结果这位哈萨克的总统托凯耶夫 他有讲军事上 你是不可能战胜俄罗斯的 难道德国认为军事上 有可能战胜俄罗斯吗 我觉得北约他们原本的评估 是认为不打核战的情形下 他们应该可以打赢俄罗斯 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总人口 整个北约 总人口比俄罗斯多很多 多好几倍六七倍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GDP比俄罗斯强 传统的基础工业能力 还有就是传统的武器军队结构 都比俄罗斯大俄罗斯强 所以如果从乌克兰的战争 那么延伸成为俄罗斯 跟北约之间的战争 而北约的31个国家 都愿意听从美国 然后一起老百姓也都是 开始准备过战争的日子 跟着美国的大军 开始打进俄罗斯的话 那一定可以把俄罗斯打赢 不过这场战争将会是一个长期的 尖锐的一个战争 前提是没有核战 对啊 但是你怎么能确保不会有呢 对不对 那问题就是一定会有核战啊 那一定会有核战的情形下 美国就不敢动手了 那其他的国家就在看 你美国不敢动手 我为什么要动呢 然后你美国不动 我为什么要动 要动就是你美国先动 而且你美国派90%的兵 我们只派10% 一定是按照这个比例嘛 那请问一下 你怎么可能打赢俄罗斯 所以哈萨克的总统告诉 萧尔兹不要心存幻想 你打不赢俄罗斯的 打不赢了你们还要玩这个游戏 难道不显得幼稚吗 其实他的潜台词就是 你们太幼稚了 这句话要这样解读才对 其实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北约呢 本来一直都在警告俄国 但现在态势已经越来越趋向于 是俄国在警告北约等西方国家 没错 之前都说是西方国家要制裁俄国 但现在呢俄国不但不怕制裁 而且他反过来 在消耗这些西方国家 是的 因为他现在 已经讲一个问题了 说这个法国所最依赖的 钥 因为法国的核能发电 钥原料 钥原料 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俄罗斯 俄罗斯如果一旦不供应的话 因为法国在非洲也出问题了 马里亚也没有了 然后如果俄罗斯再不供应 法国的核能电厂就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时候 德国的工业就准备崩解了 因为德国的电 绝大部分是来自于法国的核能电 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德国会那么的惨 就是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制造力的成本 一直在上升 上升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能源 能源 没错 然后成本一直在提高 然后俄国现在给欧洲的价格 都比一般的国际市场价格高 而你又不得不买 因为它距离比你欧洲近 所以它还是比你美国的LNG还要便宜 那这样的情形下 欧洲一直采用高能源的 你的经济怎么会好呢 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一群政客 在欧洲主导他们的国家 德国人醒来吧 不要再被你们这些无聊的 昏庸无能的政客 把你们搞得你们惨兮兮 法国人也醒来吧 不要被你们的无能政客搞得惨兮兮 英国人也是啊 是 好 其实北约国家呢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他们的态度现在目前呢 都变得趋于保守了 北约的秘书长甚至也说 他们现在呢 没有办法向乌克兰 发出入北约的邀请 这个如果真的是 我觉得这样很过分 还在这个时候搞这个东西 对啊 因为其实之前 像乌克兰的这个泽伦斯基 还在那里怀抱着一个梦 入北约 入欧盟这样的一个梦想 结果两边都得不到 我觉得很过分的 他们这样子去欺骗泽伦斯基 当然泽伦斯基自己找的 泽伦斯基可能自己心里有数了吧 那事实上这个网友就说 这个北约现在应该要怎么讲 因为我们讲NATO NATO NATO这四个英文字加起来呢 应该怎么讲 我跟大家说 现在呢他给他们取了一个心结啊 心结是什么 NATO 线上的网友们你可以回答 答得出来吗 T O是什么 什么 NATO的后面是T T 想一下哦 T什么 T就是talk 然后呢 talking就是一直不断的talking 讲话讲话再讲话 都是出一张嘴 一张嘴 然后呢 O就是only 只会假 对了这个就是北约 一向如此 我又觉得这个翻译也蛮传神的 大家同意吗 如果你也有心结 欢迎你能够写下来 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留言给请教官来看一下啦 NATO No action talking only 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不过现在来 心里面最凉的 大概莫过于泽伦斯基了吧 泽伦斯基还说 我马上就要跟拜登总统见面了 我要跟他好好谈一谈 但是会不会 谈出谈不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不过话说回来 刚才我们讲 所有的一切都是凭实力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最近大陆的央视 他们也公布了一些画面 都是非常罕见的 都是首次公开的 那这其中呢 有几个片段 包括有什么呢 赖老师你觉得印象比较深的 有哪一些 我其实有看到好多好多啦 比方说像是这个 歼20在深夜的时候 有空中加油啦 然后还有包括什么 还有包括是电战机的对异 这个其实呢 也让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那当然还有就是打卸光弹 原来就是当初对澳洲的那一幕 说这个澳洲后来 他们这个军人啊 面对到这个解放军这么强悍 还说什么要接受心理治疗 那这个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 则是解放军055万顿大驱呢 是展开了电磁战 驱离了是对方的电战机 赖老师帮我们做一个评论 我觉得首先您提到了 就是夜间的空中加油啊 中国大陆第一次展现 减二次的夜间空中加油能力 其实这个就让台湾 有一个2100210吧 210倍的那个210倍 70乘以3那个 对70乘以3的 那个有够蠢的那个人 好他就笑不出来 因为他说中国大陆的这个空军 没有夜战的能力 这个简直是一件笑话式 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 早就具有夜战的能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 夜间的这个航母的起飞 早就具备这个能力了 那第三个就是 夜间的空中加油 其实这个不是容易的事 对 你要完全靠的仪表 靠的仪器 然后去感受 然后最后靠了微肉的灯光 然后去判断 这个飞机的速度这么快 还有各种气象变化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倒觉得 特别应该注意看的是什么呢 是那个无针器 无人机 无针器 为什么 因为无针器当中国大陆 例如说他们的雷达兵 他们发现有目标 但是他们就马上要他们的舰载机 去支援 所以舰载战斗机就从航母就出现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这个也是第一次公开的画面 这个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 你看 中国大陆现在给你展现出来的是 整个航母战斗群的打击能力 航母在这边走了 然后有空中预警机在那边飞 然后还有无人机跟着飞 空中预警机他发现不对 好像有目标 然后他就要他的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就上去了 战斗机的飞行员就看到了这些战机 就开始去保护航母 对 在外面作战 可是对于一个舰长来讲的话 他思考的是 有舰载机 对方的舰载机 那就一定有母舰 不然他从哪里起飞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可是那个母舰一定要躲在遥远的地方 让你的雷达兵搜索不到 是 那雷达兵搜索不到 因为我们地球是圆的嘛 他们一定会逆中藏起来 或者是把他们的讯号都暂时关闭 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预警机他就要求 说那就把无针机往前延伸几百公里去看 所以无针机就出去了 无针机就渗透到几百公里以后 就发现了对方的目标了 发现以后就把数据链就传回来 传到空中预警机 空中预警机的数据链也传回到母舰 然后都确定完了以后 母舰的舰长 他们就做了一个判断 说好 集成 下达命令 那下达命令以后 他们就 这个数据链马上就送回预警机 预警机就把这个 已经被发现的对方的航母 或是他的船舰 就把整个数据链跟定位链 就传送给这个轰6K 所以轰6K本身就在非常远的距离 严格上来讲 可能就在一千多公里之内的 左右的距离 因为它可以 它可以远距离的攻击 就发射了空对舰的这种 作战能力 你想想看 这代表什么 无针机的往前延伸 帮它做定位 不然的话我们空中的雷达 我们基本上的这种鸟干 或者是定位的能力 没有办法到这么远的一个距离 这个就是它展示了无针机 无针7它本身的强大的作战功能 有人机跟无人机 战斗机跟轰炸机 航母跟动武武 因为动武武发现 他们过来的侦察机 它就发射出这种电子干扰 让它的侦察机 那么产生被电子干扰的一个功能 这就是电子战 整个总和作战的演练 它就是放给你 其实央视的这段视频 我们这样一听 我想观众朋友就能够理解说 原来这已经是一个 成熟的一个航母战斗的能力了 所以现在看到它发了这么多的视频 其实事实上也想要凸显出 解放军现在目前的能力 而且是在各方面的 综合作战的能力 因为美国也一定在研究 所以美国一看说 你这些的做法动作态度 他就可以知道 你已经区别到什么能力了 然后他们会想 你的看家宝还没有拿出来 也就是说 你拿出来的只是一部分 那我已经可以推断 你已经拉到这个高度了 因为你没有到这个高度 你做不到这一点 对呀 你不可能全部公布出来给大家看 这就泄底了呀 对的 那对美国人来讲 他就会有压力了 说你愿意给我们看了 已经到这个程度 那你不给我们看了到哪个程度 对 例如说您刚刚谈到澳大利亚的人说 他的飞行员要接受心理治疗 大陆的气光弹是打得很准的 就是其实本来我的判断是 就是想要让他的一个发动机起火 他是螺旋桨的分析 他是螺旋桨的 对 如果能够准确的让他一个发动机起火的话 他一定要迫降 最近的一个地方一定是中国的机场 一旦迫降进入中国的机场 那太麻烦了 对不起 他的所有的偵查的通讯的绝对 我用的是绝对机密 那是顶级机密的 全部都被中国掌握了 那你北约的国家的通讯系统 这个真的是 那就是很大 他们的很大的一个损失 AUKUS 不是北约 因为澳大利亚没有加入这个北约 就AUKUS的整个通讯的侦查系统 中国大陆至少掌握了一大半 这真的是太可惜了 美英澳这三个国家 应该让它迫降在中国的海南岛 再去破解它所有的 让它没有时间去毁损它的电子设备 好来我要先谢谢我们线上的这个网友们 请大家帮我们来按赞支持 这个还有人说 德国的破船居然也敢来呀 不过事实上这个德国 中国迟早会去汉堡港转一转的 放心 这样子 一定会到你汉堡港转一转 还有加拿大啦 对加拿大也一定会到你家去转一转 没问题下次就去了 可能明年开春的时候 然后中国的这个舰队 可能会到加拿大的太平洋边 开始去溜达溜达了 没有问题 小事一件 今天我们其实刚刚前面 谈了很多都是严肃的话题 不过接下来我们其实 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这次呢去大陆 先从重庆 后来我们又到了四川的 其他的几个城市 那我想大家最主要的呢 其实莫过于我们在重庆 当时的一个体验 那为什么会拿到这个三折机 这个所谓的拿到 不是说真的是拿了以后 可以把它带回家 带不回家 对 这个我跟大家先说一下 这个小故事好了 那待会呢 其实赖老师也可以随时 来补充跟我们分享 我先跟大家说 其实呢 为什么我们会去这个华为 我们真的也不是说 为他们在做广告代言 也不是一味的要去吹捧华为 事实上是因为呢 华为这次推了三折机 这个三折机它就是这么的独特 不用我赘述 就连外媒也都这么说 最起码我看过BBC News的中文 它的网站 它里面的新闻 就曾经有提到 这个部分呢 无庸置疑 所以呢 如果要说吹捧了的话 那请问BBC News有吹捧吗 New York Times他们的报道 也有 也有吹捧吗 好 不过说实在的 我跟你们说 其实很多人就很好奇说 我们为什么会到那个店里 那个重庆的店 其实我们对重庆 也还是比较陌生的 只是因为随口问了一下朋友 就说那既然三折机 不是正好已经发表了吗 也已经开卖了 那是不是可以有机会 可以看得到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我们都有买手机的经验 你一定会到那个手机店 去看一看 至少想要去摸一摸 触感怎么样啦 外形如何啦 因为你平常看的都是什么 都是视频 都是报道 都是照片 都是刘德华 刘德华 刘德华 最起码 非凡大事 也让我们来感受 亲身体验感受一下嘛 所以就问了朋友 有没有机会 是在哪里 可以带我们去看看吗 结果后来人家说 有 人家店里面真的有版 只是说呢 可能要预约 我说那我们这个 要排到几号啦 一定预约要在我们前面 看的人多嘛 那后来人家是体恤 我们从台湾远道而来 就让我们呢 能够先进去找个空档了 就进去了 短短的时间 然后去做了一个体验 至少就摸到了 对不对 然后摸到手了 然后我跟你们说 那个店员啊 虽然是很开心 也很热心在那里介绍 但是那个眼睛 有没有一直盯着你 盯着你的手 那个手上拿的 那个华为的新手机 不是不是不是这支 是 我说他们是新的手机 那个三折机 对不对 三折叠机 对 因为很怕 蓝老师啊 就不小心带走 太近望了 就会带出 这个店里面 因为它也让我们看一下 问戒酒啦 问戒嘛 对不对 对 问戒 还有想戒 想戒 对 那个真的是好车 好 所以呢 这一次呢 当我们在关注到 这个手机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就是 着眼于它的外形 它的设计 还有它的触感 那我自己看了以后 就觉得说 你如果觉得 它只是纯粹 是一个手机的话 太可惜了 你可能对它认识 是有限的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 很精致的 10.2的平板 就摊开来 就是让你就觉得 实在是非常的有趣 所以说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很开心啦 就是人家也让我们 可以进去这样看一下 然后体验一下 但是事实上呢 要回归到这个手机的话 我觉得 华为的三折机本身 因为它就是在 跟苹果在做较量 要不然的话 你发表为什么就是 偏偏要挑同一天呢 那坦白说 我觉得这个iPhone 16 跟华为 其实它是不能够 放在同一个天平 去做对比的 因为它的目标就是不一样 你看它的定价差了这么多 华为多少钱 我也不用讲了 你们都知道 iPhone卖多少钱 你们也晓得 所以其实呢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产品 那华为就是要走高端 至少这一款是非凡大事嘛 所以它就是要走高端 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也看到说 它的那个维修 我今天才看到的那个价钱 你要是维修 你那荧幕要是摔坏了的话 就是华为那个新手机 你等于是要再用 一台iPhone 16 Pro的价钱 去维修那个荧幕 哇 以前我们都觉得说 要修iPhone手机的荧幕 是蛮贵的 但是现在没有想到 它可以 华为的这一款 它可以贵到是 你可以再去买一台 iPhone 16 Pro了 我就觉得 哇 这个实在是 让我觉得 以前你很难想像 那个是华为啦 所以这个賴老师 你知道今天我就看到说 这个折叠手机 这个拿在手上 确实是让你觉得很不一样 对不对 对 我觉得 首先就是 华为的售价 确实比iPhone高很多 那售价高 可是大家抢得要 这一点就是不得了的事 快两万块 只差一块钱 就是两万块人民币 而大家抢得要 我们去的时候 那时候是9月11号 那我们到店里面 我们就说现在到底多少人预约 那个店员他们就赶快刷看看 他们的 以目前的预约的数 预购 预购 预购喔 已经五百多万了 昨天我们在头条开讲的时候 就想说 说有六百万 六百万 然后在非官方市场 就是不正常市场的 也已经一直在往上飙 甚至有人说 飙到十万块以上 价格超高 价格一直往上高 那欢迎之言 就是说 华为推的一个产品 很多人还没有去 像我们这样子 临场体验 然后他直接下订单 直接买的 就已经有五六百万人 iPhone 16 他出来了以后 结果他的预期预约订单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结果他在正式开的时候 他是一降就是一千两百块 后来降到一千四百块左右 因为他很多销售平台 可能有淘宝的 有什么什么 就很多不同的平台 拼多多的也有 但是可能那些平台 自己彼此之间也要竞争 所以是要来我的平台买 我这边有比较优惠的价格 所以就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可是以前我们都会想说 才刚出 就有这个情况发生 所以他是降价求售 然后才有爆买的现象 两百多万架 两百多万台 再强调 降价而且一降就是一千多块 人民币 降价求售两百多台 非官方的市场涨价 然后求购有六百多万台 你说哪个强哪个弱 这个不是要捧谁要打谁吗 这个就是市场已经告诉你这个了 那请问两万块 或是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手机 跟一个一万多的手机 您觉得哪一个 就更显我们所谓的身份吗 就不一样吗 这个就好像我喜欢用的比喻 就是说一个爱马仕的包包 跟一个普拉达的包包 就不一样嘛 爱马仕的包包你买不到 你要等嘛 你要排队 普拉达的包包是你随时可以买 限量的啦 还有什么 那就不一样嘛 总之不以稀为贵 都是好东西 但是价格不一样嘛 那你提一个 我本来是完全不懂这个啦 后来我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才略懂略懂 我才知道说 原来女生提个爱马仕的包包 跟提一个普拉达的包包 她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当一个人 拿了一个非凡大师 快两万块的手机 跟拿了一个 我这是比喻啦 假设她拿了另外一只手机 一万多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走路会比较有风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不是物质主义 也不是说要那个 而是我们常讲的 当初iPhone 它为什么会代表时尚 就是因为它最贵 现在iPhone 对不起你已经不是最贵的了 所以已经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那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就不比较嘛 好 其实讲到这个折叠手机 我跟大家说 我有看到这个大陆有媒体 快科技 他们有报导讯息说 现在呢 这个大陆已经发展出 0.03毫米的柔性显示 玻璃它是薄如禅翼啊 而且呢 它突破了西方工业技术的垄断 是世界玻璃材料领域的一个前列 前列的意思就是说 还在最前端 排在名列前茅的位置了啦 那这个呢 其实比较厉害的是 大陆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成员 张冲教授就说 这个超级玻璃运用到手机折叠屏幕上呢 若每天弯折荧幕100次 这个折叠手机的使用寿命可超过20年 20年 是是是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智慧 心血跟结晶 现在目前呢 我们看到就是大陆其实就是因为 面对这个西方不断的在打压 所以看到呢 在技术上面就是一直力求突破 我知道也许有的人就说 就算是非凡大师 那但是他可能用的又未必是什么 最先进的制程的晶片呢 那意义不大 或者是说 哦他的这个预购数怎么样 也就是差不多五六百万 那但是你看像这个 iPhone一出来 就可以有三千万等等 那其实我刚刚就是说 这个不同的产品 他三千万是在韩美国 跟西方的国家 但是这个华为目前来说 因为他跟Android系统 他被打压 对啊 然后所以他目前来说 他要存血鸿蒙都出来了以后 然后存血鸿蒙如果成为全世界 三大的软件系统 就是作业平台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 还有中国大陆的大部分的 这些手机业者他都弃Android系统 而采用鸿蒙的话 那我相信未来的情况又不一样吧 对会不同 因为呢 苹果可以在中国卖啊 对 但是华为不能在美国卖啊 对 也不能在台湾卖啊 对 所以我们也带回来干嘛呢 对啊 好但重点就是 这其实是一个 本来就已经是不公平的竞争了 对的 好就真的是不公平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至少我就觉得不公平嘛 那都摊开来让这个华为也可以自由的 在其他地方销售 在不公平中还能够赢 这才不简单 例如说他绝对没有台积电的 三奈米的晶片 可是他还能赢 你说他厉不厉害 好而且事实上呢 像我刚刚讲到这个华为的 这个手机之外呢 这个iPhone的部分 提供给大家一个数据 iPhone16第一周的销售量 比iPhone15 这是在大陆的统计 说有少12.7% 它少了一成多一些 所以看起来这个iPhone要更努力 iPhone16系列 真的首发就有降价嘛 所以大家就在想说 那说不定可以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不一定要抢头箱 对 就是会让可能有一些人 就想说宁愿再等一等 因为现在大家其实 就想说是花钱要用在刀口上嘛 所以可能也会造成是这样子 一个观望的效应 所以我说啊 其实现在苹果呢 就想方设法的 赶快再力求突破啦 不要再说 哎呀 华为那三折机 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就跟赖老师说 厉害啊 那三折机观众朋友 你用看看保证 不是 我说华为有它的三折机了 不然这样好了 苹果就推什么 四折机 四折机推推看 推给我们来看看 然后这样折啊折啊 把它当作是一个玩具 也蛮有乐趣的 然后这样一直接一摊开来 就变得像是一个屏风 这样的一个设计 不也挺好的吗 好的 没问题 这样子一个平板 对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它的魅力之所在 对 不要说 只是这个iPhone 16 我也稍微研究啊 因为我也好奇嘛 就旁边那个拍照件 好像看起来也不太一样 跟原先的设计不太相同 但其他呢 Apple Intelligence 颜色蛮漂亮的 还要再等一等 对 颜色蛮漂亮 是是是 所以现在呢 确实有的 这个大尺寸的 这个iPhone 16 已经卖的 好像预购上面 要说销售上面 比较热门一些 但其他呢 大家可能还在观望中 请教官今天再一次 要推荐这个 中天的新产品 这次我们推出的 这个新产品呢 自己用 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要推荐给大家 它是这个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这一次呢 我其实看到SPF50 就觉得非常的放心 那其实呢 在这个平常在棚内 因为我们的这个光是非常的强 所以呢 在室内可以使用之外 其实在户外 最近大家都注意到了 这个紫外线好像特别特别的强 所以呢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也觉得实在是非常的这个实用 那今天呢 其实也还要跟大家再来补充 介绍一下 它里面有榨枣植萃 这个成分呢 其实可以保湿 而且呢 它还有添加黄金海藻的成分 帮助肌肤 不但是抗光 还能够抗老化 那再者呢 其实当然大家可能会想说 这个擦起来不知道怎么样 其实不用担心 没有黏黏的那种黏腻感 不舒服的感觉 也不会有那种白白粉粉的 这个擦上去的感觉 都没有 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我们这款防晒露 那非常的好用 欢迎大家也利用中天快点购的平台 打上我的CTI798 CTI798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露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